台北市進入三級警戒 有企業界今天舉行股東會 不過不方公司採取線上線下方式一起舉辦 包括用線上直播供股東會參觀 另外呢 在領取紀念品的部分 也特別設在戶外舉行 紀念品領取處用瓦刃紙隔板 取隔人員動線 股東戴著口罩把自己封得嚴嚴實實 一旁工作人員高度戒備 也卸決媒體進入拍攝 我等一下不會進去參加股東會 我沒有進去啊 因為談疫情的東西 聽說不敢進去 沒有啦 這時間誰敢啊 真麻煩得要死 手機掃描QR Code 登入觀看股東會線上直播 永鋒於首都採用防疫股東會 採用1加8規格 主會場是董總和公眾人員 配備55寸電視螢幕 用來跟股東互動 主會場外8個會議室 最多5人一間 座位間隔至少1.5公尺 現場股東合計最多40人 嚴格控管人流 希望最大程度減少人與人接觸 在不影響股東權益下 拉高防疫層級 不過畢竟室內空間風險大增 不少投資人今年選擇 領完紀念品就回家 工作人員透露 今年股東會來的人數明顯少很多 趕快你淋一淋走了 就知道 他們有就是做好防疫措施 你覺得這樣子 你會擔心嗎 麻煩 今晚會公布六大SOP 要求股東會經常採用實名制 並加強消毒作業 如果百人以上規模 必須設立備用場地分散人潮 投資人用三種方式 可以進行電子投票 同樣能行使股東權益 天天投票那有電子投票 那沒有辦法關係不能 你這樣太有這個疫情的話 大家都會怕 所以接下來應該還有很多場 會這樣 很多場大概都沒有辦法 股東會忘記到來 國內經緣代工龍頭台積電 因為股東人數眾多 今年六月八號股東常會 乾脆選在廠區外的飯店召開 聯電則是鼓勵股東 多利用電子投票方式 也降低實體接觸感染風險 防疫罐頭各大企業都不敢掉以輕心 新談券重回我們省委同台灣台北報導 將作為融通於資產